我问一下,您刚才在节目开始有说过让我们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共它到底要做什么 您觉得你有时间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吗? 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3月底到4月份,你会看到共产党在世界上 真正的开始行动 很多人说习近平看到普京这个怕了 完全是无知的 你看到这个世界上,过去五年七个一人横扫全世界的所谓政治家、政治评论家 都扯王八犊子的事 七个一人挑战全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谁不服过来试试 都是一帮骗子,垃圾 习近平一点没有怕 习近平看到了一个希望 他本来希望美欧 出现间隙 他冲中余力 俄罗斯横扫乌克兰,他进台湾 但是现在他看到一点,美国是最大受益者 这个世界上是民主的 民主的社会已经是 不再容习习和普了 习非常清楚 他只有一个 力量大的无限大 普京之后 习还存在 所谓的共产党那是他的工具,他就是要洗钱天下 他爸爸的坟布被绝了 他只有 冒险一搏 而且他更坚信 这个事之后 所有的欧洲和美国之间 俄罗斯没有以后,这实际上真正的实现他的目的 叫中美 共同治理 地球 叫新型两国大关系 开始恢复 他认为美国和欧洲 所有的供应链 需要中共国的那些14亿奴隶们继续生产 而且最后的时候,当普京出事的时候,他就会把俄罗斯所有东西给提出去 共产党一定会这么做的 那么这个做的前提是什么 世界的石油能源 霍斯姆海峡 伊朗 沙特 中东是他们的战略的抓手 想想伊朗 伊朗 多少人 沙特多少人 已经完全百分之百中共控制 就连我们的好哥们阿联酋 由于卖油,也必须得低下头来 卡塔尔被他百分之百控制 整个中东地方 能跟美国好的国家还有几个 霍斯姆海峡 还有非洲的安格拉的中共的20%的石油 所以共产党现在非常清楚 要在这个地方,阿富汗已经 相近了中东的一个鞋子穆斯林 他会继续利用中东 这些皇室极少数人的利益和石油的依赖 调剂一场能源战争 打垮世界的经济 继而寝在台湾 然后让美国必须要 臣服 咱中美之间 你当老大,我当老二,我有14亿努力给你继续生产 我有无限的无数的锁链女供你们享用 这场浩劫只是刚刚开始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有人 你们真正了解习近平 几个人见过本人习近平 我告诉你 习近平不会怕 也不会退缩 退缩了害怕了就不叫习近平了 他就不会走到今天 那些都是天真的无知的猜测 他们会有更疯狂的行动 但最终要记住 这场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的高科技 电子战,通信战 以占据绝对的优势 共产党这次玩的会一定比他还狠 但是死的也会很快 兄弟姐妹们,咱们走着看吧 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未来 新中国联邦是最干净,最伟大的 等着收拾战场吧 谢谢 谢谢 顺便说一句 瑞秀,我要跟你再顺便说一句啊 接下来 你们要做好准备三件事啊 洗碧 我相信啊 他们这个洗联储 在我们战友的给他帮衬 香港人叫帮衬 在我们这个给他捧场的情况下 会有很多好消息啊 帮衬他们的情况下 你们走着看 第二 这个媒体新的平台 会助长 新的 大家回来在两周你会看到啊 这个你们会看到更多的奇迹 你看到川普总统的 所谓的Truth Media 已经被Kill的 已经啥都不是了吧 七哥说对了吧 是吧 还有一个你会看到 辉瑞之药 Mardonna之药 什么科兴之药 会被人类大审判 全部像围猎一样 吃的渣都会生 最后你会看到 共产党被制裁的结果 经济制裁 什么流动制裁要比俄罗斯还夸张 新中国联邦人真的是 稀少的无描有必有未来 受世界上 各个民族 尊敬的信赖的人 你们走到哪里 你们就是希望 你们就是阳光 你们就是太阳 这不是我吹的 你们已经看到 这一天 已经属于我们了 好好把握吧兄弟姐妹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七哥 感谢墨镜 小白 感谢所有的小福利导演 你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谢谢 你们继续说两句吧 我先走吧 好不好 Rachel 谢谢 谢谢七哥 谢谢 谢谢 谢谢太子 张平老师 威廉王 小飞将 小飞侠 感谢了啊 感谢 谢谢 谢谢 小飞侠 小飞侠 汉 fed 好久所有懦弱 只为能借我固定人手 要埋葬那陷恶的中共 牙齿全罢落 铁锁已斑驳 这就是我的一生 你若不醒来 还在梦里游走 又是第一座竹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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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花一朵 被拐遍山中 從此情人永相隔 究竟二十年 我守盡了這個 我 這個世界不要 我 醒來吧 別再如此 我 醒來吧 好酒說 有多弱 只為能 切換住 親人手 要埋葬 那些惡地中共 醒來吧 別再如此 冷革 醒來吧 好酒說 有多弱 只為能 盡握住 心人手 要埋葬 那些惡地痛苦 牙齒全把裸 鐵索已斑駁 這就是我的一生 從寶寶 從寶寶 快醒來 從此搖斟折磨 我們 大罪則 結束 跟這兩家 重點 誰 之後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